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关于一个小屁孩死不成人之己 喵图到图现在还在倒影片 看一下这个美丽的金发小女孩 你知道这个金发小女孩是谁吗 这个就是颜奉 看看一个绿色头像的 为什么不要脸呢 你都满脸绿了 给点脸会好不好 拜托 看看人家妈妈做的多好看 这个HP妈妈 你居然还说忘了是什么妈妈 自己做的什么妈妈还不知道 还一直在这边假掰 你上次喵图 然后再倒影片 现在还被我们家里给我倒妈妈 看看人家画的多么精致 你看看你这个是什么鬼东西 下巴上面有胸部 有脸在那边说别人是吃死狗 看心条那么好看 结果还是到的 他就给我倒影片就对了 所以我是不能拿你怎么样了 我就只能在这边废话 我真的是被你气狠了 你知道吗 姓李家民宿的这个小屁孩 真的是想打爆他 为什么他妈要生出这种闹种出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知识产权处里面的一篇文章 何谓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 泛指一组无形的独立产权权力 包括商标权 专利权 版权 外观设计权 食物品种保护权以及集成电路的固图设计权 知识产权对我们日常生活十分重要 包装上的文章 电视节目 流行歌曲 电影 及时装设计等等 均与知识产权息息相关 保护知识产权为何如此重要 保护知识产权及保护人的创意 我们需要保护作家 艺术家 设计师 软件程式设计员 发明者 以及其他专材的心血 以其创造一个环境 让上述人士可以尽情发挥创意 并让辛勤工作得到回报 中国香港是一处充满创意的地方 本港的电影制作 电视制作 录音制作 时装 以及珠宝和平面设计 广受海外人士欢迎 我们有责任向本港的投资者 提供所需的知识产权保护 确保他们可以在一个公平自由的环境营商